从消失的城市到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寺庙,世界上有许多迷人的古老遗址,看看他们设计精细的城市规划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工程壮举,其中一些我们至今尚未了解,一些最迷人的古代遗迹充满了几千年的神秘色彩。 1. 大城府 大城府始建以1350年,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,施以高绵军事和贸易据点。 不久之后,这个繁荣的贸易港口就成为了泰国的古都,它保持了这个名称四个世纪,直到被缅甸侵略者烧毁。 由于,这座城市的许多寺庙和文物都是用木头制成的,因此大部分被毁。 大伙中,幸存的大约50个石头文物和寺庙,直到今天仍然还在。 自1970年代开始,进行装修以来,探索大城府的仙罗、斯利兰卡和高棉建筑风格,已成为曼谷的热门一日游。 2. 巨石阵 巨石阵点缀在英格兰维尔特郡的索尔兹玻里平原上,它被公认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代遗迹之一。 这些最古老的岩石结构的奇怪石头,可以追随到5000年前,它们神秘莫测,谁建造它们,以及为什么,人是未知数。 2. 两种流行理论认为,巨石阵曾被用作宗教仪式的场所,或用以监视太阳和月亮的运动。 3. 梅萨威德 在美国的西南部的深处,有一个梅萨威德国家公园,有600多座古老而迷人的悬崖住宅,最著名的是悬崖宫殿。 它建在一个巨大的沙岩奥室中,使其七个多世纪以来免受破坏。 这座宫殿拥有一百五十多个房间和二十三个神圣奥县的房间。 这些不同寻常的悬崖村庄已生存了近一个世纪,在十三世纪突然被废弃了,没人知道为什么。 如今,在梅萨威德可找到约4800个可追溯至公园550年的考古遗址,其中一些对公众开放。 4. 习吉里亚 习吉里亚是一个古老的堡垒,刻在斯里兰卡丹布拉镇附近200米高的垂直岩壁上。 是一个古老文明的迷人遗迹,是卡萨伯王国的首都,鼎盛时期,它包括一座城堡,一座上层宫殿,一面带有令人惊叹的彩色壁画的镜子墙,以及一头狮子形的通道。 国王过世后,首都被废弃,直到十九世纪为止,一直用作佛教寺庙。 5. 马萨达 马萨达的古老堡垒,可能是地球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废墟之一,该遗址坐落在悬崖顶上,富汗着犹太沙漠和以色列的死海。 风景如画,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,它是犀利王的宫殿,它具有现代生活的舒适性。 例如浴室,甚至私人游泳池。更著名的是,巨大的防疫工程,是犹太人起义的最后一战。 6. 亨比 亨比是仅次于北京的第二大中世纪城市,是印度最富有的城市之一,曾经是卡纳塔帝国繁华的中心,那里有寺庙和皇宫,现在只剩下破碎的废墟。 7. 前首都有两位王子,以14世纪建立,最初是一个简单的合办宗教中心,曾作为皇室个人礼拜场所的圣殿,带有十字战车和音乐柱子的维塔纳神庙,以及带有奇特外观海洋生物雕刻的主庙。 7. 彭贝城 彭贝古怪的废墟位于意大利纳布拉斯附近,公元79年,威苏威火山爆发,一夜之间将彭贝城活埋于火山麾下,并夺走了2000多米生命。 1950年代首次发现,在火山岩下的古城保存如此完好,但是直到20年后,才对其进行了适当的挖掘。 至今为止,66公群原始土地中的22公群尚未开发,你可以漫步在这些古老的罗马遗迹的街道上,并想象这座小镇处于鼎盛时期的景象。 这里有石屋、庙宇、面包房,甚至剧院的遗迹。 8. 图鲁姆 图鲁姆遗址,距离墨西哥坎昆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,是玛雅人建造的古老悬崖顶堡垒的遗迹。 它三面围墙,第四面面向加勒比海,景色令人难以置信。 追溯到公元564年,图鲁姆还是13和14世纪的鼎盛时期,当时这里只有1600名居民,是绿松石、玉器、棉花和可可豆的强大贸易枢纽。 9. 以弗索 以弗索古城,尽管是地球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希腊和罗马遗迹之一,在土耳其西部也能找到,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。 在罗马时代,它是亚西亚的省会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,人口达30多万,有很多忧太人。 它也是一宗教中心,城中有亚迪米女神庙。 这座庙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。 10. 埃罗拉石窟 埃罗拉石窟为印度中部马阿拉斯特拉邦的重镇,奥兰加巴德西北约25至30公里处,境内有34座石窟,福教石窟共12座,印度教石窟有17座,奇纳教石窟有5座,全场约2公里。 是公元7世纪至11世纪时期,也就是早期哲罗奇王朝,罗斯陀罗居陀王朝时期的宗教建筑。 埃罗拉以雕刻著称,形式上呈现大乘福教末期的特征。 其中第16窟,凯拉萨神庙呈现出天人合一的完美景致,堪称建筑艺术史上的角色,令人叹为观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